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双掌 今天大家见到非常熟悉的谢师傅 大家好 我是谢师傅 Lawrence 今集我们是讲一下爱的业力法则的导读 为什么还要讲这件事呢 其实很多人可能是 我看了一次两次 但其实这本书不是让你来看的 其实修行最重要是什么呢 要知道因和果 知识明通化 师傅都说得对的就是因和果 其实在隔西的六本书里面 包括《多和所遗想钻石》 《业力法则》 《爱的业力法则》 还有《西藏心瑜伽》 和《瑜伽真的有用妈》 还有《秘密花园》 一共是六本书 而这么多本书里面 这本是其中一本很重要的书 其实本书很重要的 为什么不重要呢 这本书我很喜欢它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例子给你看清楚 究竟真是自己种了什么种子 得到什么结果 因和果很清晰的 因为大部分的书 其实每一本 隔西的书 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 但这本呢 它是将因和果 讲得很清楚的 就算你说 嘿 我的亲密关系都不知多好 我和我老公都不知多juicy 我和我 我的情人 我的lover 都不知多好 我需要看这些什么法则 其实这本书呢 其实不只是讲 虽然它叫做爱的越来法则 虽然它叫做爱的越来法则 但其实事实上 它不只是讲爱的越来法则 绝对 而是它透过一百条问题 一百个例子 去解答 因和果 第一就是 很多我们在感情上 关系 亲密关系 夫妻关系 遇到一个问题 到底为什么 这件事会是这样的呢 那原来 我们经常都说 种子很少 果实很大 是的 果实很大 原来是很多 我们之前做了 小眉小眼的一些 叫做种了不好的种子 是导致到之后 一些很大的恶果 这样 还有我觉得呢 如果你是研究 格西老师的 他提供的资料 他一切的学问 在这本书讲得很清晰的 那四套四呢 其实有在里面 还有每一个chapter 可能在讲一样东西 他再解释清楚 这个也是我 这么喜欢这本书的其中一篇 幻念也是 你刚刚讲完这个 四套四 在我不在香港的时候 不如你顺便讲一下 是说 总之是四大定律 是吧 其实这个是最简单 而且他是说定律 定律 就是说是不变的 就是 我们不是一个theory 是一个定律 不是理论 是定律 就是说是这样的 没得讲的 一定是这样的 很简单一点 譬如说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种子很少果实很大 但刚才也讲过 甚至乎 不种种子 就不会有果实 种了种子 就一定有果实 很简单 很简单 就讲了这四大定律 那 还有呢 就是四步骤 四步骤 是吧 甚至乎是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是吧 只要你 跟着这个四步骤 就一定做得出来 那就是 很简单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 你用一句说话 很简单的说话 讲了 或者表达出你想要的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都不是很简单的 可能不简单的 因为很多人都说 我要钱 我要钱 我要什么 整个都很多东西都要 但你问他要多少钱 要来做什么 是不知道的 是啊 那比如说什么叫 你怎么说 用一句说 用一句说 一句话来表达你在生命中 最想要的事物呢 举例就是 未来的三个月 我想我的收入是多30% 嗯 那这个叫做很清楚的一个目标 是 或者是未来的三个月 我要创造到一段很有意义 很 meaningful 的一段关系 嗯 那这个又是 或者是未来的三个月 我要减15磅 是的 是脂肪和水的 不是肌肉 是不是这样 然后变得更健康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嗯 好跟着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 你有共同需要 相似需要的一个人 那你要找他做一个盘 那就 选定一个彼此很舒适的地方 啊 嗯 那就不是很对的 就不是很对的 因为我不是帮他去创造财富 那如果譬如说 我想在三个月之内创造 每个月多50% 多30%的income 他呢 就想创造多50%的income 嗯 那都叫做对方向 没错 是了 那第三就是要用 你还有一样东西 那还有呢 这个其实叫做coffee meeting 是的 就是约人喝咖啡 如果大家想这个东西是整的 OK 有几个条件的 第一就是说 你约个人呢 一个时间呢 是大家都可以的 嗯 就是不要约星期五晚 每个星期五晚吃饭 那样 因为很有机会他没有空 嗯 嗯 不要约星期五晚吃午餐 因为很可能他是很赶 他可能要见客 嗯 最好可能是 星期六的早上吃早餐 嗯 或者是我以前呢 就会是星期日晚的7点至8点 是 因为星期日晚我是一定有空的 是 那我那个时候的buddy 也是星期日晚他一定有空的 嗯 所以变成我们脱脱的机会很少 嗯 就是要持续啦 还有不要说突然间又不见了 那效果又会 就是不要那么好 还有重要的东西就是 呃 我们是无条件地去帮 譬如说 假设我和师傅是buddy OK 那我是 假设我们是双buddy 之后是 那又怎样呢 就是说 第一个钟头就是我帮他 嗯 我帮他 但是 我不可以叫他帮我的 然后第二个钟头才轮到他帮我 没错了 要分得很清楚的 是啦 没错 咖啡 咖啡这个 叫做什么 咖啡 meeting 聚会 咖啡 那就是要这样谈 那第三就是要采取实际行动 去帮助 譬如我们已经构思了 刚才谈过 我这样可以帮到Astler 那就要实际行动 当然不只是谈 那一个行动呢 就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第三个步骤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当然了 其实呢 当我们 譬如说 假设我想改善我的财政 我想怎么怎么怎么 那我就帮个朋友 他是改善他的财政的 但是 谁知道原来他是破产边缘 或者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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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紧 那这个情况可能很困难 那这样 那其实可能我是不知道怎么帮他 那是不重要的 因为重要的就是 当我们一起心动念 是我们想帮人呢 那宇宙就要 开始给资源我们 就是 还有我们就会开始 日日不帮我们 这样 最重要就是 中了种子 我们就是没有能力去帮得到他 他可不可以拿到那个结果呢 就是 其实他有没有那个种子 那而呢 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是 分身帮的 就是说 不是 嗨嗨嗨嗨 这样帮 譬如说 阿师傅也是我Buddy 那我们有很多不同 阿Tony也是过我Buddy 就是不同的时段 那样 而是当我们去开会的时候 你是针对 那个人的那个生意 然后是给一些选择他 或者是帮他 就帮他找场地啊 帮他做推广 那样 你是分身去帮的 嗯 那才有国效 而不是 开会大家吹水 吹完水之后 我帮了的了 你没什么改善 不关人鬼事 就不可以是这样的 嗯 那就是 也是最重要的步骤 而且在葛西奥斯的教学里面 这个 这件事很重要的 就叫做咖啡冥想 那就是 简单的说 就是 就像你临睡之前 想起你帮人所做的好事 那这个四步骤 是葛西奥斯 我觉得讲得最多的 那其实呢 星巴克的这个咖啡冥想呢 是整件事 整个隔西的体系 那个六本书里面 是最重要的一环 重要的 我经常举这个例子 就是 譬如假设 我 有五千亿身家 我呢 一世都不做好事 又不做义工 又不捐钱 但是有日呢 不知道什么事呢 就有人跟我说咖啡冥想 接着我就捐了一千元 然后以后都不再捐了 就是捐了一千元 然后呢 就每晚咖啡冥想 按这一千元 然后呢 我觉得自己都不知多伟大 我只有五千亿身家 我都捐一千元出来 是 好了 然后接着这位呢 阿陈伯呢 阿陈伯呢 就 只有八千元个月 就捐了四千元出去 那自己都不够吃 又经常都就是 养了些流浪狗啊 又帮人做义工啊 但是自己呢 其实呢 有病又不能医 好了 但是他没有听过 我说什么叫咖啡冥想 嗯 然后晚上睡觉呢 还在那儿骂自己 就是为什么我不捐多些 为什么我这么没用呢 捐了四千元 只有一半人工 所以人工捐出去 捐出去就好了 这样 然后每晚都习惯自己 那好了 因为我做了咖啡冥想 我有五千亿身家 我只是捐了一千元 于是呢 我呢 不单止由五万亿 变了五亿亿 这样 然后呢 我的子女又孝顺啦 子女又个个都漂亮啦 又进了哈佛啦 劍橋啦 牛津那样 然后呢 我老公又很疼我啦 或者我老婆对我极好啦 跟着呢 我呢 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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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纷一下 就走了啦 然后儿孙满堂 那样 那这位 不要是你了 第二位 阿陈伯那样 但阿陈伯呢 老的时候呢 怡孙又不孝啦 整身都是病 没人医啦 又没钱医啦 跟着老婆又一早走了 姑虎伶丁 我想问下 公不公平 这个世事就一定是公平的 如果我们学隔西老师的啦 因为因果嘛 没说是 没理由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夸张的例子 是很夸张 我有五千亿 然后我就认识咖啡meditation 他呢 每个月都捐了这么多钱 又做这么多善事 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 大家如果要留意一下身边的人 留意一下我们社会 为什么那些有钱的人 或者是 有些人 为什么他是 越做越有的呢 又不太做善事 又不太捐钱 但是另外一些人 是一些大义工来的 一些是慈善 就是做很多慈善 做很多project 但是真的 老也没有死 简单说 也有很多例子 为什么呢 其实刚才我们举了个 这么极端的例子 就是因为我 听到咖啡meditation 而我捐了一千块 那么大把 然后我每晚做咖啡meditation 是令到我 是不断地更加富贵 更加健康 更加幸福 而因为他不懂 而他没有做话呢 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很重的业力 很重的因 就是一个种子 我是要有这样的福分 我才可以听到有咖啡meditation 没错没错 所以大家如果听到的话 你已经是很正的了 所以其实我们想讲 刚才我们讲了四大定律 然后现在是四步骤 咖啡meditation 都得有多重要 喂 通常那些人 问格西老师说 为什么我做极这些 跟回这本书做的东西都不行的 通常的原因就是 做漏了咖啡冥想 就是我们做 大家都是读书会主持的 是的 就是全星期 我们都分三四个读书会 看到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Aster 为什么你的种子种得那么好 为什么你那么幸福 为什么你那么快乐 为什么你可以什么什么 为什么我没有 第一 不会没有的 一定会有的 种下种子 一定有果实的 是的 这个很简单 中国年龄 中国人五六千年龄 我们都知道 善有善暴 恶有恶暴 若然未暴 时辰未到 时辰未到 这个先解答 为什么有人快 有人慢 就是那个咖啡冥想 是那么重要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好像 对着种子淋水 让种子快高长大 甚至乎可以是很短时间 有机会有果实出来 但如果你不淋水 都会出 但是真的可能很久很久 甚至乎80年 100年 一般来说 就是了 如果你不做咖啡冥想 你做善事有没有好报呢 做乙工有没有好报呢 一定有 一定有 因为天理循环 但是只是一个年期呢 可能是下一世 那你讲80至18年的话 就很明显一定是下一世 甚至乎下下一世 那另外这两个 我们讲不讲 不讲 我们直接继续讲 我们这个 好 另外那两个 我们暂时不讲 如何清理这个 负面种子的四力量 有兴趣就来我们读书会 那我们今天 我们又继续回到这里 好 刚才我们讲 就是我们讲完 刚才那个 四套四的其中两套 那为什么我们还 我们正在讨论讨论会 都讨讨了很多个月 是啊 因为一百个问题 一百个问题 一百个问题 是的 里面是包罗万有的 例如是有什么呢 哇 厉害了 很多 譬如说 最多人问的就是 喂 众女尋他千八度 为什么找多少都找不到 就是香港特别是多 就是单身的男男女女 那样 为什么我中这个爱情种子 或者我想找个好男人 找个女儿 找个高富岁 男的找个什么 白富美 对 找个白富美 找多找不到呢 好了 另外就是 有些是时间的压力 就是可能 哇 我已经三十多老 当然不指 我已经三十多老 好想生孩子 但是跟着呢 男朋友呢 同居OK 在一起OK 或者结一分OK 就是不肯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这边心急如焚 甚至乎 很多人没有时间 又没有时间 你怎样种那些时间出来 其实都很巧妙 这本书说的 是啊 特别是香港人 常常都很忙 又要上班 又要找食 又要进修 那哪有时间去 陪育这个夫妻感情呢 更加没有时间陪子女 是吧 那怎么算呢 怎样可以种那些时间出来呢 这本书说的 是的 嗯 那还有什么呢 承诺 不肯结婚 是吧 我一方想一方不想 这样 通常 通常就是我们女人 逼男人 逼我男朋友结婚 那男朋友说 哎呀等多一会儿 那怎么办呢 是的 又例如是 有很多人是有抑鬱症 或者我们伴侣有抑鬱症 那怎么办呢 是的 那这本书是有很多东西讲的 那而呢 我们呢 在part 2 我们就会讲一下 到底种子 我们会举些例子出来 种子很少 果实很大 其实很多情况是 可能我们觉得 哇大件事了 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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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可以犯 是的 修行有關 譬如說 其實我們走靈性路 這個世界有這麼多問題 有這麼多污染 動物被人虐待 其實我們是否需要用這麼多時間 去談情說愛 是否應該把這件事都放下 所以我們可以把我們的人生 貢獻給這個世界 或者是投入去修行 就不要談情說愛 結婚的已經生了子女 其實生了子女已經盡了你的責任 去傳宗接代 那既然生了子女 夫妻還想不想做愛 是否應該按下肉 我知道男士一定是反對的 是否要按下肉 然後給心情養大 就行了 這些都是很多的 我們一些修行人 甚至回想了 上一年紀都會想 其實是否應該 放下我們的情愛呢 然後放下自己慾望呢 還有一部分是講能量 即身體能量的走勢 如何影響到人 在修行方面的事情 挺有趣的 是的 就是97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講多些 其實原來是很多玄機的 所有東西真是空性的 你怎樣去看愛情 怎樣去看關係 怎樣去看時間 怎樣去看性愛 其實都是空性的 沒錯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跟大家深入去講一下 這個愛的業力法則 再見 一會見 好來到第二節 第二節 我跟師傅 就會深入去講一下 到底種子和果實 種子很小 果實很大 他們那個 微妙的關係 微妙的關係 因為很多種子 我們中了 我們是不知道的 然後跟著呢 我們就會 大家聊聊天 首先 師傅 你說一下 這樣 嗯 即為何我這麼喜歡這本書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哇很多例子給你看清楚 因和果的關係 有時候其實我們生命 經常都 啊這件事發生 那但是 你不 想不到其實 啊其實我種了什麼 產生這件事呢 如果你知道呢 在生命上 認為我很好 又或者 啊我想要這件事 我怎樣種出來呢 這本書講得很詳細 很多例子 給我看清楚 那大部分呢 我們在讀書會的時候呢 可能有些共修都會說 哎呀我呢 我哪個哪個 我老闆對我好鬼衰的 或者我上司呢 很閹沾聲悶啊 等等 那然後呢 我們就會問他就是 那你有沒有閹沾聲悶的時候啊 哈哈哈哈 或者你有沒有 啊 似細靈人的時候 嗯 通常的答案都是 沒有 哈哈 沒有 我們這麼好人 怎麼會有呢 沒有的 怎麼會呢 是的 我覺得沒有欺人 我又沒有說粗口 又沒有什麼 好人的 啊好人的 經常請人吃飯 吃雪條 吃蘋果 但是其實是 很多時候我們自己做的壞事 是選擇性地不記得的 是的 自己不會承認的 哈哈 是啦是啦不會的 那好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有很多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樣 你先我先師傅 你先呢 我先OK 好了 好問題呢 我怎麼可以中一個 應該這樣講 我呢 我呢 就跟我老公啦 或者我男朋友啦 常常都有一些 情心款款的時候 那樣 那這些情心款款 大家互望的時候 實在太sweetsweet了 那我想要多些 這些moment 那怎麼中呢 嗯 怎麼中呢 好 那其實我們女士 我猜男士都會想要的 是不是 當然 就是你的愛人 不停情心款款地 看著你 那怎麼可以中多些呢 那當然 我們要常常情心款款地 看著我們的伴侶啦 是不是 但是其實 更加好的方法 就是什麼呢 就是對一些 我們老人家 嗯 一些 怎麼說呢 我以前呢 年輕一點的時候呢 嗯 我們發現呢 有些老人家 特別是一些外國人 就是美國 歐洲那邊 是很喜歡和我們單眼的 是 OK 你有沒有試過有人和你單眼 嗯 久不久也有的 有什麼感覺啊 嗯 就是 起碼是一個 別人很注重你的感覺 感覺 感覺很好的 就是覺得 咦 我是不是漂亮呢 還是我是不是sexy呢 總之 I feel like I feel good 我覺得自己漂亮 OK 但是有時候這些 如果你用在同年齡的人身上 比如說 我見到一個帥哥 然後跟他單眼 OK 那帥哥就會是 嘩 我主婦你有沒有搞錯 你搞什麼鬼啊 這麼不尊重的 這樣 但是如果我和一個 七十歲八十歲的老人家單眼 老人家會很開心 沒錯 或者我和一個三五歲的寶寶單眼 因為寶寶會很可愛 覺得很開心 嗯 這樣 所以呢 所以 種這個多情情心寶寶的種子呢 其實是這樣種的 譬如說 有時候媽媽 炒了菜 煮了一頓好東西給你 是啦 煮了一些很漂亮的菜 或者是 切了一個生果給你 然後你就很情心寶寶的 看著媽媽 媽 多謝你啊 嗯 這樣很好吃的東西 就是 那你就會種了 情心寶寶的這個種子了 這個重點是 我們並不需要 跟 相同的那個人去種的 往往反而是 另一個人 或者一個 對我們很好的 例如 爸爸媽媽 甚至乎 我會說 更同一些 應該是這樣說的 因為種子呢 是分分秒秒都在種的 沒錯 你想像 如果我對我的情人 或者對我老公很好 但是呢 跟著呢 對著爸媽就呼呼喝喝 放在那裡 哎呀走開啦 行了 或者那些小朋友經過 就死開了 死小孩 那就是說 平時很多 我們種種子的機會 就沒有了 或者一隻狗走開你 種壞種子 是的 種很多壞種子 這樣的話 其實你都不會 不用放 你和你阿Honey 阿HunHun 他會有一些 很甜蜜的眼神 看著你 你都不用指望的 甚至乎 關係其實搞得這麼不好 就是這些事情 所以有很多人呢 就是 有些人很有趣的 只是對自己的伴侶好 但是對父母也不好 對兄弟姊妹好疏離 對朋友更加不用指望 那樣 其實長遠來說 你那個親密關係 是不可能的 是 就算你那個親密關係 不是會實際 我的親密關係 都不知道自己 我和我老公 你老公和老婆會死的 有機會你先走 他先走 我先走 總指總會用完的時候 是的 其實 我有一天在想 為什麼很多夫妻關係 很多情人關係 很多伴侶關係 但是 開始的時候總是 好浪漫 好 然後你看到他 即是說得難聽 放個屁都香的 然後他轉頭 然後他轉眼 然後他轉眼 然後他有一個手勢 你都覺得 哎呀好漂亮啊 這樣 然後跟著那段關係 三五年之後 你就會發覺 他又突出個肚腩出來 然後跟著那個男人又覺得 那個女朋友的胸不夠大 這樣 然後 然後很多批判 然後跟著他講什麼 都不適合 嗯 我聽過 那本書其中一個 一個 question 就是這樣 真的很好很正的 那個女士呢 就覺得伴侶的耳朵太大 男士就覺得伴侶呢 身材不夠正 胸不夠大 穿得一件比基尼不夠美 好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但是你初初戀愛的時候 你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甚至乎 普通人就會奇怪 這樣都中到 耳朵明明很大 都可以中回小 胸明明是小就小的 32A 都可以中回大 32A 難道可以中到36D嗎 不行的 原來可以的 第一 就是其實一切都是空性的 對了 還有一件事先說一下 為什麼 剛才我講 為什麼 然後剛才 初關系一定是段段都好的 一定是很甜蜜的 嗯 但是為什麼後來是會沒有了 甚至乎是 分手啊 離婚啊 對峙公堂呢 嗯 就是因為你的愛情種子 已經用完了 用完了 我一讀書去聽過一件事 很多人呢 很快 可能他就離開了家 就沒有和父母接觸那麼多 那些的婚姻的失敗的機會很大 其實父母 祖父母或者祖先呢 是我們愛的源頭 甚至乎是錢的源頭 沒錯 所以大家是犯不著 和父母不對過不去 甚至乎我們要和父母很親密 很sweet 那我們才會和伴侶很sweet 和子女很sweet 這樣 好了 那現在回到你的案例了 喂 老實實 我覺得我的老公 對兒子太大了 這樣 然後 不是 男朋友那時候 是不是 然後男朋友就心想 哎呀我女朋友的胸太細了 是的 為什麼32A這麼細呢 穿得比金尼都不漂亮 是不是 這樣 又竟然有人會覺得 因為女朋友身材不夠 所以是hold back著不結婚著 絕對有 然後希望想一下 外面有沒有更加豐滿 或者更加好新型的 才繼續去 好了 為什麼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一些事很有趣 在總之法室裡面去解決 就是 我們往往就是想 對方去改變 但是其實 是由自己做出來的 也是自己看出來的 就是我們 經常都講筆的 就是空性這件事 是自己看筆 看成這樣 所以是我們看成那個 男士可能的耳朵很大 男士看到女士的胸不夠大 只要我們 種回好的種子 那種子怎麼種呢 大致上就是 我們不要斟著於 其他人的一些問題 挑剔他們的小毛病 而去讚賞其他人的一些好處 特別令到他都覺得很舒服 那開始呢 種子種得對 我們看到的東西 就會是 咦 老公好正 好英俊 老婆 哇 身材好正 甚至乎 以前的記憶都可能洗掉 是啊 好有趣 就是 剛才師傅說這個個案 就是 那個男士 他說 跟格西偷偷地說 就是 格西問他為什麼不結婚 他說 因為女朋友的杯 就是有些空位 然後呢 當他種了一大輪種子 不斷去欣賞人 不斷去種美 種靚這件事的時候 這個靚的種子就是 在他生命裡爆發了 然後他能夠欣賞漂亮的這個能力 就大大地提高了 他會看到很漂亮的東西 然後有趣的東西的時候 後來他結婚的時候 他就跟格西說 哇 我真是很幸運 娶到這個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然後格西想問他 咦 你不是那個時候說你老婆 你女朋友不夠什麼呢 然後他就是 哪有啊 沒有啊 從來都沒有 我沒有說 好像記憶細 那些 是直後沒有了 格西說 哇 我的credit沒有了 不過都好 這件事很圓滿 所以一種種子呢 是有這個非常之 個人的影響 很神奇的 其實很神奇 既然講開漂亮 我們又繼續講漂亮 嗯 這樣 很多我們這些女士 是很介意 哎呀自己年紀大了 或者是 哎呀我不夠漂亮啊 因為女人和女人很喜歡競爭 這樣 那怎樣可以 種多些漂亮的種子呢 怎麼可以令自己 漂亮的種子是怎麼種的呢 甚至有一個 例子在本書裏面就是講 他不滿意的那個先生很蜜蜜 穿得很隨便 他不滿意的 那當然就是 又是自己的種子種出來 那他怎麼種呢 他就是扮到很漂亮 扮到很漂亮出街 但這個重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不是要扮到很漂亮 比其他人 而是我要扮到很漂亮 令到世界見到一樣很漂亮的東西 那他就種得對 那他讓世界見到很漂亮的東西呢 他也都會見到很漂亮的東西 在他身邊周圍 包括他老公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這樣 如果我為了競爭 我穿到自己很漂亮這樣 像山觀音這樣也好 Memo 然後refill gel 然後很貴的名牌化妝品 Eye shadow 是這個季節最流行的 然後我出去見到另一個女生 魚花貌美 然後身材高挑 大的很大 小的很小的很小 高的很高這樣 我就會很傷心 我被比下去了 然後我見到另一個女人 可能是豬扒 又肥又粗 又沒有做運動 然後我就會 你看我比你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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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然後我們就會種了很多比較的種子 是 還有種了很多痛苦的種子 這個不是漂亮的種子來的 嗯 不同的兩個東西 剛才師傅說的是什麼呢 另外一種是什麼呢 我打扮 因為我想 當我走出街的時候 世界見到一件很漂亮的東西 世界多了一件漂亮的東西 沒錯 我沒有令到大家 沒有令到大家 作嘔 總之 這個世界是因為我 今天打扮 漂亮了一點 而世界又漂亮了一點 這個就是漂亮的種子了 這個很棒的 就是 格西老師提出的另一個 四 就是四套四 其中一個套四 就是四朵花 就是講的種子 怎樣開花結果的方向 這個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就是 第三個 這個種子 將環境改變了 那個種子是很 令到世界很漂亮的 所以這個環境都改變了 我們見到的環境都變了漂亮 包括她老公 那 再講回這個四朵花 就是 第一個就是 你給出去的 就是你得到的東西 那個 開花結果出來的 就是你給出去的東西 第二個又很正的 就是 你種的東西 會變成習慣 所以 每樣東西我們種出去 隨時都會繼續再 很容易再種下去 我們習慣就是這樣形成 第三就是 剛才講的環境 就是我們種出去的東西 將周圍變回果實 那 第四更重要的 就是將來的東西 如果我們 我們會將 未來 是 由這個種子 創造了將來的環境 甚至乎 其實格西老師講 可能會 令下一世 都會出現 你前一世種的種子 所以有趣的是 當你種了種子之後 甚至乎 我們去修行種子法則 會發現 有時種子種了出來 然後開花結果 我們真的會想到 以前是怎樣的 是記不起的 是啊 是啊 有時是 以前 有時候有朋友 你跟誰不合適 跟誰不合適 誰是誰 你不是跟他反面嗎 誰是誰反面 什麼事反面 你說 當時他不知什麼得罪你 什麼得罪我 是沒有了那個記憶 真的很有趣 很有趣 然後 我們又講講其他的種子 就是你的因和果的關係 師傅 到你講講這個 有人整濕塊地 這個案子 這個比較是因和果的 近一點的 是啊 那其實 教師傅先用這個故事 去解釋 就是譬如說 一個女士一早起床 突然間發覺 咦 地濕了 他很討厭地濕 因為很容易滑 所以立刻追問家人 喂 老公 是不是你整濕塊地 老公說 沒有啊沒有啊 兒子是不是你啊 兒子說沒有啊沒有啊 女兒也說沒有啊 那他想起 打鬼火啊 說我都不認 哼 究竟是誰做 為什麼不認 跟著那些家人才告訴你 好像你今早起了身 去洗澡 以為要上班 誰知道今天是假期 走回去睡 你沒有抹地 所以所有的因果的問題 其實好像這個故事裡面 就是其實自己做了 又不記得 不知道 就賴了人 或者覺得這件事 這麼不幸 出現了 都是自己種出來的 那現在現實生活呢 就是我們自己種了壞種子 不記得 然後跟著就會覺得 天啊 為什麼你這樣對我啊 為什麼有個衰人 這樣對我啊 其實我都不差而已 我沒有欺負人啊 我沒有拿人便宜啊 為什麼會有人來找我笨啊 借錢不還啊 又說我是非 我沒有說是非啊 今天 為什麼這麼不幸 遇到這個衰人啊 這樣對我啊 是啊 但是我們忘記了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有個因 有個種子的 特別是 好消息就是什麼呢 都是那一句了 種子很少 那時候很大 沒錯 有些現在現階段發生的事 你可能覺得 哇很慘啊 哇很離譜啊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但原來你追溯的話 其實種子真的很少 嗯 還有永遠都找得到個原因的 如果是你敏感的 夠的話 因為我學了總之法則 和大家幾次讀書 會看這本書很多次 對那些 因和那個敏感度提高了 譬如有一位同修 那他問我 哇 為什麼我每次做那單生意 臨尾埋門的時候 很多東西搞 不順利的 要解決很多東西的 那我就想 啊 你其實 怎麼種出來呢 你平時做事是怎樣的 你依不依規矩 因為這件事如果依規矩 可能就應該很順地埋尾 他說 是啊 我不喜歡做事依規矩 我覺得做事依規矩不好玩 所以每件事去做 特意是找些不同的方法去做 那我說 那就是了 你種了個 種子出來就是 那些東西不依規矩 所以回來 臨尾完結的時候 你要去搞定它 都不依規矩 那個 同修有時 甚至是收錢 這個問題 這個呢 這個種子呢 簡單地講 叫做反叛的種子 就是我不喜歡這樣做 我知道應該是A B C 我就可以D收錢了 但是我是喜歡A Z 跟著回來Y 跟著去W 跟著你要繞一條路 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這個反叛的種子 它一樣是會開發結果 沒錯 結果是怎樣呢 你前面你不跟規矩做 跟著你後面收錢 那個宇宙會跟你玩 你的種子爆發出來 就是收不到錢 好辛苦才收到 客人很多藉口 追來追來追不到 所以不要搞這些 就是如果你給我做生意 我不會搞這些 所以 就是得著就是 其實如果你知道是甚麼因 產生那個果呢 你改變它 你做對它 種回好的因 那個果呢 亦都會回來 亦都會變得你想要的東西 是的 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種子法 真的很簡單的 很多時候呢 我們呢 當我們的感覺 譬如說 我覺得 我有個伴侶 敢敢敢 或者我覺得我伴侶 我真的很不感恩 和她做很多事 我很多這些事 經常都覺得是不感恩 她做事都不 多謝我的 或者是我覺得 我伴侶很自私 經常都不幫忙洗碗 經常坐在梳房裡看電視 總之 其實所有的東西 都是自己的 是的 最難頂的就是 蛤 原來是我有不感恩的部分 才能種到這件事 因為 我們又說回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呢 外面的世界 其實就是我們的 不存在的 投射來的 所有東西都是投射 這樣 所以當我們覺得 哎呀 為何是誰那麼不感恩呢 誰是誰那麼頑皮呢 誰是誰那麼自私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我們裏面 是有自私的種子 有不感恩的種子 有很多其他種子 你才會看到 外面的人是這樣的 特別是隔壁那個 最親的那個 我覺得這樣才是正的 因為所有東西 其實原來在自己控制裏面 在裏面出來的 所以你搞定了自己 亦都是種回好的種子 外面的世界就搞定了 所以師傅呢 就從來都不comment 我任何東西的 因為 這個種子法則的人 我們這個種子人 是會知道 任何他說我的東西 都是 自己的 任何我說他的東西 其實都是在說我自己 又或者自己看之不看成這樣 是相當之無癮的 所以大家不要說不多 那好了 最後兩分鐘 我們舉一個juicy的例子 好嗎 好啊 好了 其實很多夫妻 都有這些事發生的 不過我們不會說出來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位 書裏面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 可能我們第二集廣播 因為每一集都有不同的場景 我們又說多次 就是 有很多時候我們男人和女人 那個性需求是不一樣的 然後呢 老公就說 嗯 嗯 老婆我想玩一下花式 這樣 可能是想玩一下這個 毒龍鑽 或者是想要這個 江膠 口膠 這樣 你看到那些 那些電腦 那些 那些 老婆是有做這件事的 好像個個做 這樣 喂 我也要做 然後跟著是 老婆你做就最好了 不做的話 那我出去召妓 你就不要怪我了 這樣 那老婆就很慘了 蛤 有沒有搞錯 要搞這些事情 不要了 可以正正常上這樣 男上胃 女上胃 就算了 好了 那很慘了 老公主的威脅就是 如果你不肯的話 我就去召妓 你不要怪我 因為你沒有辦法滿足我的性需求 正常來講 真的很難搞 是的 正常來講就是 要是見婦道 那老公會覺得 嘩 你不夠開放而已 負什麼道 我沒有問題 是你有問題 這樣 然後 那如果你問這位女士的話 女士女士 那你有沒有試過 逼你老公做任何一些 她不想做 而她要 就是你要做的事 這樣 有時候未必是 就是在家庭裏面 是的 然後跟著女士就說 蛤 我怎麼會強行叫我老公做這樣的事 我沒有這樣的要求 這樣 好了 那個種子 就通常呢 不在你的家裡的 有一樣東西叫第三方業力 就是什麼呢 通常在你的關係上 是的 譬如你親密關係搞到這樣 其實那個種子 很多時候就是家中了 是不是 公司中了 又或者反過來 你公司有些大件事 然後跟著你說 我其實在公司 我都很好人 大好人一個 沒理由搞成這樣 然後跟著就是 原來你的壞種子 就在家庭裏面種出來 好了 剛才那個案例就是 什麼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 無論是什麼交什麼交都好 那些事是兇性的 沒錯 有人是很喜歡的 是的 當這個女士不喜歡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問回她 你有什麼感覺呢 沒錯 那這位女士的感覺就是 覺得是很被迫 被迫 覺得是很沒有選擇 覺得不被尊重 對 然後覺得自己很victim 對 然後跟著呢 阿格西就再推前些就是 那你有沒有在你生命的任何一個範疇 去逼人家做一些她沒有選擇 你不尊重她 她不做不行 然後你威逼你有的東西呢 當然有 當然有 然後這個女士很有智慧地 立即想起 阿是呀 她在職場 她是逼一些同事 去做一些 她們工作上 不是她們份內的事 但是她用職權逼她們 然後跟著呢 如果你不做的話 你知道怎樣的 你沒有人知道過 或者炒你 或者是 連尾寫花你的report 那些人為了要逢迎她 就唯有去 妥協 逼著做 而這個這樣被強勢 給她 即她在辦公室玩這個強權的這件事 就apply了 那個頁去到她的床那裏 是啊 沒錯 然後老公就說 我要玩這個 玩這個 將你五花大榜 或者要滴立 阿師傅撐不住 撐得順 撐得順 OK 阿師傅說滴立三歲 好了 以致到 然後就 很簡單 當你知道那個源頭 那個 種子的話 就去清理這件事 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覺得 這個愛的義的法則呢 其實重要 其實不只是關於愛的 它只不過選擇了這個 關於愛 講關係的故事 其實是關係 因為它不只是講男女的愛 也會講親子 各樣的 而是因為它藉著一百個 隔西身邊的學生 挑選出來 最常問的問題 挑選出來 然後解釋得很清楚 原來的種子和那個 那個 關係 有時很近 有時很遠 有時是 隔西很簡單 就是 不答都有 因為後表也有 是 有些時候隔西就是 不答 為什麼呢 因為不想去 種子繼續下去 是 很巧妙的 是 所以 我們這段時間又差不多了 這樣 是不是 夠了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 我們講講最juicy的部分 就是 問題九十七至一百 跟修幸有關 都是修幸人 是不是還要談情說 愛做愛 這麼膚淺呢 這樣 好 回來再見 好 謝謝 好了 眨眼來到我們第三節了 第三節 也是 很juicy 最juicy的部分 就是 其實看我們雙嘴黑的 這個觀眾 我們的粉絲們 很多都會是 對身心靈的 對身心靈有興趣 或者你本身自己都有一些 國家各派的修行 不管你基督教 佛教 密宗 可能大家 不知道會不會好像我這樣 都曾幾何時想過 就是 其實都 亂過愛過 還有 世界又紛紛亂 有這麼多社會問題 這麼多世界問題 污染問題 動物被屠殺問題 政治問題 經濟問題 親子問題 這些問題多了不得了 那我何苦 還要浪費時間 去澄澄澄澄 去講一些小情小愛 因為其中這個 就是我們講的最後 書裡面 97-18 那幾條問題就是 那我何苦還要去談情說愛 去看一些 這麼小愛的東西呢 好像周星馳有出氣 都是這樣講的 這個小愛 你要高給大愛這樣 然後 我們就由索性 將我們的資源 我們的時間 either去貢獻給這個世界 又或者我貢獻給我自己修行 啊 搏一搏 可不可以脫輪迴就夠好了 是不是 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想呢 阿師傅有沒有這樣想啊 沒有 哈哈哈哈 師傅好勇的 是的 這樣 不會不會 是的 那原來呢 不單止談情說愛是有功能的 因為我們經常在這個 業館世界 或者這個愛的語尿法則 經常講的其實是什麼呢 所有的東西都是 空性的 筆 所有的東西都是筆 阿格西很喜歡用這個筆來去 講故事的 沒錯 而且是要聽三千字 然後我們又講三千字 然後才有機會真的可以 可以讀到什麼叫空性 那就是說 其實 無論是愛情 是關係 是去到性愛 其實都是空性的 嗯 這樣 我記得好像說佛陀 甚至說 他講過的東西 如果不關於 不呀空性的呢 都不是他真的想講的東西 所以很厲害 你想想空性 是的 所以我們都可以很多廢話 因為我們都不是經常講這個 總子法則 經常講這個筆 或者空性 沒錯 這樣 好了 我們最juicy的部分 就是 將這個性 愛 和修行 混在一起 一談 到底Sex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這麼膚淺呢 是的 到底愛情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這麼無聊呢 嗯 是不是我們應該 修行到差不多了 就入深山 或者好像教師那樣 做和尚 是的 然後將自己的七情六欲 一般佛教會這樣講的 天主教教教也有這個moment 就是 將七情六欲全部戒掉它 然後將你的生命奉獻給主 嗯 沒錯 好像很多修行 是不是這樣呢 是的 甚至宗教人士都有這樣的提倡 更加會 沒有了性這件事 可能才去到一個高的境界 不過格西老師在第九十七篇 就講得很清楚 其實就是講到那個人 人體裡面的氣或者色或者叫風 就是 那它其實是代表了身體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當作能量才算 啊 你講一下師傅 什麼叫色什麼叫風什麼叫氣 嗯 那是不同的 中派去講的 其實就是我覺得都是能量 不同的國家呢 其實只不過是不同的國家 用不同的名字 沒錯沒錯 那中國人呢 就叫做 氣啦 印度人叫色 西藏人叫風 那都是同一樣東西 都是能量 是 現在西老師講的 比如說儒家練的 有中間一道風 或者色 但是左右都會有的 而且左右呢 就代表了 左邊代表了慾望 很多我們不同的慾望 右邊代表了情緒 而中間那個才是最主要 我們想修煉到 等它通了之後呢 那我們想的東西就很清晰 知道一切呢 其實是怎樣來 可能是種子啦 關自己的事啦 這些這樣的東西 那跟中國人那個氣呢 都很有關係 中國人的氣就是經絡啦 那 那西老師講這個色 裡面中間 有時候我們會 因為慾望 和那個 情緒 令到它打結 甚至於這個結呢 在 嬰兒仔 在媽媽的肚裡面 已經開始形成 那就是講那些麥倫 那些麥倫 那些麥倫其實是結來的 因為結 所以它有些打不通呢 就令到身體 產生很多 不去到最佳的狀態 想不到通達的道理 不知道人世間一切是怎樣來 那所以就要練啦 那而那個性愛 跟這個有關的喔 啊 性愛 在達到最高那一刻的時候 高潮的時候呢 那個能量很強 是有機會將 這個麥倫那些東西 打通的 那所以以前呢 就有人說過 有些人呢 將spirituality 跟這個sactuality 是混合了的 嗯 那當然啦 你不要 你現在當然是說 欸 我很spiritual的 所以我經常想做愛 你不要止意這樣想 因為有人是 因為在聖高潮的時候 是很接近 靈性上的滿足的 嗯 即是說去到聖高潮的時候 你會發覺自己 是心心靈 都 surrender 投降 然後你覺得有種很深度的滿足 而這個深度的滿足 和靈性上的滿足是很接近的 嗯 這樣 是 我覺得是很對的 還有在氣功裏面修練也是這樣的 我們就沒有將左右中這樣分 但是經絡是很多一條 那我們希望將經絡慢慢撞闊它 如果氣越強呢 就好像河道的水越越多 那衝擊的河道就撞闊 那越撞闊越擴大的時候 它會將所有經絡合而為一 差不多一整條的經絡 通了全身 那麼氣要去哪裏呢 就很快去到 很強地去到 那就是一個高的氣功狀態 跟西老師說的中間的麥輪通了 而將結打通 都很有類同 我覺得 剛才師傅說得很好 我們出生的時候 其實那些麥輪 那些結已經形成了 是的 如果我們那些麥輪 那些通道 是好通的話 就會怎樣呢 譬如說 哎呀我匯志很多事做 我要create 今年一二零一八年的 所有課程 那我就work on 這個 那當我的中脈是好通的時候 我就充滿創意的 沒錯 但是當我呢 這個想法 寫了過去 突然間 突然間寫到左邊 那又怎樣呢 就落去左輪 會怎樣呢 左輪有很多慾望出現 原來可能被欲望 騷擾了你的創意 想不到怎樣做 甚至會被欲望 搞亂了你整個計劃 如果女人的 可能就會 剛才明明吃完飯 吃了個甜品的了 已經很飽 但是零零色上 又想吃多個甜品 是的 因為女人很喜歡吃甜品 或者是 做多個朱古力蛋糕 朱古力雪糕 那樣 然後男人就會 就是無緣無故很想搞事 嗯 然後已經是做不到事 晚上就想著 和我老婆今晚回去搞事 沒錯 沒錯 是的 但是如果我的能量 跌到右邊又怎樣呢 那情緒會出現 你知道情緒會影響了我們很多事 可能悶免不樂 提不起精神去做事 那想做的事就做不到 那如果我們的能量太亂 即是說其實已經 我那個中脈 已經是很多事在那裡 但是我的左脈又失了 已經很多慾望在那裡 又要吃雪糕 又要搞事 又要shopping 又要這又要路 它已經爆炸了 那我是射不到它左 又射不到它右的話 它會怎樣呢 它是會爆炸 然後跟著呢 就再生了一條脈輪出來 就好像一個車輪 就放射性那樣的 是的 那所以呢 教師就說呢 其實呢 我們呢 是有七萬二千條類似的脈輪的 嗯 而不同的 即是每一條不同的輪 是有不同的功能的 嗯 所以呢 剛才師傅說得很好 就是 當我們原來 夫妻做愛 或者我們人類去做愛的時候 是有這個功能 是可以第一 將那些結打開 因為 即是 如果我們那些輪失了 那它會在那裡打結 打很多年這樣 即是 人失了 是吧 但是原來 透過去做愛的時候 是可以將這些脈輪呢 是通翻開的 嗯 然後跟著就是 你的能量會漂亮很多 其實我覺得可以理解 通常我們 即是 人很亂的時候呢 就真是被 慾望 和情緒 搞亂了 都不支配著 你做得很fit的時候 你自己想想 那個情景 是很通的 即是頭腦很清晰 很自然知道怎麼做 那些事情做得很順 所以跟那個脈輪或者氣 我覺得真的很有關係 那所以呢 阿格西就說了 其實呢 無論是這個 談情說愛 或者是你去 兩夫妻兩個情人去做愛 這些事情本身呢 都是 空性 嗯 當我們談情說愛 為什麼談情說愛 是 可以好可以不好呢 就是因為 當我們經常 有一段關係 破裂了 然後 然後你要把自己的抽身 你的新心靈 抽身在一段舊的關係 再去拔出來 然後再要去市場那裡再看看 哪裏有拖泊呢 哪裏有情可以談呢 他個小時裡面 是會搞起很多痛苦的 是 所以 在這個角度的體動一下 就很慘了 那我們又做不到事 然後感情又得不到滋養 這個時候 愛情就是一個婦女 但是如果幫我們的感情很好 然後兩夫妻最重要是 互相扶持 或者一個拍檔 有很多人結婚 互相扶持 互相去走那條路 然後你知道隔壁的人 一定是會撐你的時候 然後這兩個人去做愛 或者是去做愛 我想到第二個字 做愛的話 原來是可以很大的 靈性的果效 嗯 因為就算是聽說 耶穌和佛陀都有伴侶 去達至到他的修行 去到很高很高的境界 這個是很多佛經都有說的 我們五班門弄斧 原來話說就是 說一點點 你自己去引證 我都是醫書直說的 很多經都有記載 原來佛陀本身未出世之前 即未成為悉達多王子之前 其實他已經得到 但是未成佛 嗯 那個未成佛 接著呢 就當佛在後面 就很心急了 就是 怎麼可以令他成佛呢 有什麼可以幫到他呢 用什麼方法好呢 然後大家談完大餐之後呢 就想到了 就是找這個提拉陀馬 這個宇宙級的女神 就找她和佛陀一起去 雙修 她那個 Termion不是雙修 即是她兩個一起去修行 然後達到她最後的那個 突破 然後兩個人在一起成佛 嗯 所以基本上呢 當我們是常常以為 我們是要單身 是要清深寡慾 是要清深寡慾 其實未必是一定是唯一的修行的路 嗯 而耶穌也有伴侶就是 那個摩大拉的馬里亞 這些我們不收入講啦 因為我們不想被宗教人士召喚到機器都爆了 大家自己去找 自己找資料 是的 是的 然後佛陀未曾出生之前是已經成了佛 他只不過成了佛之後 即出生之後是做出好戲 給大家看看修行是甚麼一回事 不要太樂 不要太苦 走在中道那裡就剛剛好 沒錯 所以基本上大家怎樣看你的性關係 性愛關係或者戀愛關係 就真是很個人的 所以如果去到 即有些人是將性當是一個膚淺的遊戲 只是一個肉體的一個法善 然後是你又不關心那個伴侶 你不關心她死活 然後只不過大家是一個很膚淺的關係的話 其實不是不好的 你都可以得到某程度上的快樂 但是這件事就浪費了 格西刀老師也提出另一個 更漂亮的畫面 性愛是絕對有效果 以及對修行是絕對有效的 亦對改善關係當然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對 還有格西刀老師好像提倡過 我們人生需要的什麼 什麼啊 什麼啊 就是我們滿意的人生 美美人生應該做到一些 達成什麼境界 什麼條件 第一個就是 金錢 因為如果沒有金錢 其實你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所以很有趣的 暫定繼續這件事 格西是很喜歡逼我們 逼他的團隊 因為很多人很成功的 因為其實賺錢是最容易的一件事 剛才我們錄影之前我們吃飯 不是 你陪我吃飯 然後我們講一下賺錢的大計 然後發現 其實年生過百萬 甚至乎過百幾萬 是很容易的 是你那條條 是吧 很正 我會散的了 好 第一件事 我們人生的目標 如果你說 我都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那就二辦了 第一 你要賺錢 你要賺錢 而且要賺到好像 好像呼吸那樣的 呼吸那樣 什麼叫呼吸那樣呢 好像養氣 養氣錢財 格西老師說 是吧 養氣錢財 一吸就吸到回來 不需要很辛苦 好像吸氧氣那樣 是吧 因為你不會擔心 糟了 我今天要吸幾多 幾多個立方米的氧氣呢 沒錯 世界夠不夠氧氣給我吸呢 如果你要擔心這件事 你放心 很快死得了 既然很快死得 也都不用擔心 簡單的說 就是財務自由 就是你花的錢 是不需要你擔心 怎樣花都可以 怎樣花都可以 這個是錢 好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格西老師說的關係 即是 怎樣都要有一個 很完美的關係 很親密的關係 那麼 你的人生才覺得 啊 很好啊 如果沒有了這件事 都是缺少了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 你想一下 我們以前做投資 都賺很多錢 然後你賺了很多錢 然後你回家 家圖四壁 不是家圖四壁 是四 沒有人沒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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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吃飯一人 看電視一人 睡覺一人 洗澡一人 什麼都一人 什麼都一個人 什麼都一個人 沒有人呢 我們需要有一個人 跟我們一起走一條路 一起聊聊天 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一起享受人生 一起享受人生 一起去迪士尼 一起去星馬太 或者歐美 有一個盤很重要的 加上一件事 原來做愛是可以升級 是可以通我們的物論的 那你又怎可以不找回伴侶呢 其實親密關係 包括這件事 是的 所以不是說 我們要修行的話 就不要搞事了 原來不是的 有錢 又有個好伴侶 然後第三件就是 健康 健康 有人有很有錢 然後又很疼自己的老婆老公 但是還是很不快樂 就是因為 健康很差 不可以去旅行 不可以彎底 不可以自己去洗手間 是吧 可能甚至乎 要穿成人指導片 那你不會快樂的 不會不會 所以第三件事 我們要重的就是 健康 健康重置 有了錢 有了好好的伴侶 又有了這個 健康 那你需要是什麼呢 第四件 還有我們的想法 精神方面 是的 In a peace 就是我們要精神健全 精神怎麼會健全呢 就是我們自己有內在平安 有mental health 那你就 人又健康 又有伴侶又有錢 那你就很快樂了 好了 到這些事都有齊了 那我們第五件要創造的 是什麼呢 嗯 就算你有了這些事情 可能都總是覺得差一點 就是因為 你這麼好 你看到周圍的世界 是不是這麼好呢 你都想令到好 所以你會 難道不少 都是想做這個事情 就是服務的社會 貢獻的社會 因為我們都不想被人 這個 仇富 就是譬如我們 總之法則 做得很好 總之做得很好 大家都 無憂 就不要說幾億幾千萬 我們無憂 然後你吃的 穿的 住的 旅行 都很好 子女送去外國讀書 又很快樂 但是周圍很多窮人 很多些不明朗 年輕人買不到樓 那樣 其實我們那個 都不會開心的 是不是 我覺得很自然的 如果你人生這麼美滿 你自然就想其他人都開心 所以你會做一些事情 令到世界都會 跟你分享你的喜悅 是的 這個是我們人生追求的東西 然後 伴侶原來是很重要的 少許題外話 有一次 最近我做了一些 research 就訪問一些老人家 原來長命的老人家 是什麼人呢 就是那些 好像在你的facebook看到的 是的 你某個video 那你一定知道 就是原來那些人長命 就是因為他知道 他年老的時候 伴侶是會支持他 會留下 你記得嗎 當然是 不記得了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 年紀輕的 OK 你不會介意 扔煲等等 OK 好像我們的年紀 或者甚至以後 再年紀大些 到你60歲70歲 你真的不想離婚的 絕對 是吧 你要離開一個關係 然後再去 再進去情場 再創造另一個關係 是很疲累的 好 還有那個人又不認識你 然後你慢慢再去建立關係 然後原來一個人的安全感 那來自哪裡呢 就是你知道 你的伴侶 無論是 就好像聖經 結婚說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poor for sickness 即是說 無論你有錢 你沒有錢 你健康 你病 你靚仔 你不靚仔 你靚女 你不靚女 是一定是在你隔離 和你終身相守 而是這種安全感 是令到人 是會繼續去努力 繼續去 即你會覺得很安全 所以為什麼有很多夫妻 明明吵架 整天吵架 一個禮拜吵幾次 都還是在一起 就是因為他們兩個都知道 我們是吵架而已 但我知道我有什麼事 他一定支持我 然後對方又知道 雖然我們經常吵架 為了一些小事 第一他覺得是情趣 第二就是覺得 不要緊 你便罵 因為我知道我有事的時候 你不會走出去 因為有些人 特別有些女人 真的會 你事業低潮 或者是你破產 誒離婚了 免得你的債務 我要幫忙 你要幫忙 那這些是很慘的 其實 我看過一個很感動的 就是 不知你有沒有看到 我發出那段 講李安導演 就是李安導演 做導演 但其實那個過程 是否這麼順利 中間的過程 甚至是他賺不到錢 他老婆 我看過 他老婆就賺到錢 他甚至想 我需不需要做其他事情 我學電腦好不好 學電腦去賺多些錢 去度過這個難關 然後被他太太生氣了 說 不理會他 然後他後來 後來才回歐 到他最後成名了 即是出了名了 做了名道 他老婆先跟他說 你其實人呢 最重要是要聰明一件事 你做了其他事情 很多人學電腦 你做什麼 你會不會到今時今日 拿到金像獎 所以聰明那件事 就專心做那件事 就行了 我幫你這樣捱 就是為了讓你出頭 然後你去學電腦 我非常之感動 你會繼續做這個器官 不是一個伴侶是明白你 而信任你 支持你 因為就算你未出名 未成名 你有一個專長 你專心 你盡自己力去做好那件事 而你的伴侶明白你 那件事令我感動 任何人都會感動 任何人都會感動 所以有一個盤 是很重要的 現在格西也說了一件事 因為格西的團隊都有很多人 有夫妻 有單身 前度女強人 好像我們以前那樣 很多都是 婚又結過 兒子都生了 大學畢業 還談情說愛 搞好一盤生意修行 格西說 你想到一件事 當你陰陽不平衡的時候 你不要搞事 你沒有性這部份 其實沒有很多事 當 其實你本來 你是找開四十萬 你應該找四十萬個月的 但是因為你沒有了盤 現在你賺得十幾二十萬 因為不complaint 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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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是一定要我們 你快點找拖帕 找個好盤 人生不是一個人過的 沒錯 然後去到 其實我們過了個小時 最後這件事 想跟大家說 去到第100 這個問題 不要追 我們靠記憶 就是原來 當兩個人兩情相願 你很關心我 你大家都很care 對方說 當他們去做愛的時候 他們的快樂 是會令到很多個世界 很多個不同的平衡宇宙 都會產生快樂 嗯 那就是說 其實這支筆 性這件事可以是 一個 Milano 去廟街 召妓 然後發洩他的性慾 是正常的 亦都可以是 兩個人是 很深愛對方的時候 去做同一件事 是原來的影響很大 所以其實 教先生說 其實這件事 真的每一件事都是空性 每一件事是 非黑即白 最後你講的很棒 其實那是兩指境界 一件事其實影響著 全個宇宙 和不同的宇宙 是吧 其實也很簡單 譬如有一個人不開心 譬如不敏感 很普通 譬如離婚這件事 是會影響 亦都影響很多個世界 所以 要找一個好的伴侶 這樣 然後最後呢 最後一件事就是 修行 其實面子很闊的 但很多人結婚之後 就會 與世隔絕的 格西講過例子很棒的 Penny 看他們的視像都講過 其實格西之前有個歌 他真的有個歌 兩兄弟就經常都是滑浪的 然後呢 兩兄弟關係非常之好 感情非常好的 因為滑浪是需要兩個人配合 如果一個人的話危險的 有生命危險的 直至有一天 哥哥拍拖 男人拍拖是這樣的 女人拍拖是這樣的 我們很多女朋友 結婚就見不到的了 一旦結婚就見不到的了 有異性 因為他要 女人很有趣的 結婚你當然是家庭為眾 人也是這樣 結婚家庭為眾 正常 但是家庭為眾之餘 會簡直是 就是跟伴侶一拼 然後跟著小朋友出生 就是看著小朋友 就是可能三個人 或者四個人 就是一個family 一個unit 然後對於世界的事情 世界的suffering 或者你朋友 譬如我們這些單身的 我們有時候找找節目 沒有結婚就沒有了 兩位女朋友 然後格西就說 其實我們可以想 另一個方向就是什麼呢 當兩個人你這麼開心 你找到我 我找到你 OK 然後大家很快樂的時候 是可以利用這個關係 將你的快樂去expand 沒錯 去擴散出去 然後令到其他人都快樂 例如我們搞毒書 其中一樣東西 那是 將自己的快樂 擴散出去 那所以 講到尾 大家 都是要 繼續 研究這個 還有來一個 最好就是 和我們一起 去研究這本 《愛的業力法則》 那麼 好了 我們這一集已經過了 終了 Vella已經了了 了了很久了 那麼 接下來在我們 這個四月中 匯志社就會繼續 會有這個 第二回合的 《愛的業力法則》 會有第二回合的 《愛的業力法則》 會有第二回合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 stay tune 重要的事情 不是 你現在的夫妻關係 愛情關係好不好 而是這本書 是可以幫到我們 看到很多 《恩與果》的關係 沒錯 很微妙的《恩與果》的關係 你會懂得 如何種回合的東西 不論於關係 甚至人生所有的東西 好了 那麼我們今集時間 已經夠了 是時候說拜拜 好了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